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又见面了 现在呢,还是下定了决心 跟小姐约呢,就是说协议离婚 上次呢,复婚是个很错误的决定 本来呢,想着就是不管怎么样嘛 在一起有四年,快五年的时间了 就是说给对方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是吧 不要让父母操心了 这样子呢,就是说对儿子也好一点,有个圆满的家 但是呢,经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了这个人呢 真的,再怎么给他机会 再怎么妥协,再怎么低伤下气呢 他基本上呢,都是不给什么好脸色的 也从来呢,就是说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这段婚姻呢,我确实也是经历了 经历了,就是说去挽留 经历的做到我自己分类的事情 作为我赢尽的责任和这个义务 我呢,问心无愧 然后呢,我觉得呢 如果说错 我的过错不大 我呢,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是吧 让对方难堪的事情 尽力的,就是说去挽留了 但是的话呢,还是改变不了现在的现状 每天的日子呢,其实和以前呢 相差不大 也没有任何的区别 本来好好的一个家 就这么就是说,给他弄没了 到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地步了 每一次找他去沟通 找他就说两个人谈他心 他就说我跟他讲道理 说我是来跟你过日子的 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你说这话气不气 在一段婚姻中是吧 两个人过日子 本来呢,就是说 有什么事要好好的聊 不要带着气 不要带着那个抱怨 反正呢 你不管说什么东西 他都是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觉得呢 你没做到位 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 那就算了嘛 大家也看得到我的努力了 对吧 也看得到就说我的态度了 没有一次 不是说是我去 先和好,先和解 做对了也好 做错了也罢 我每次我都是主动去找话题 主动的去讨好他 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 不管是跟亲戚相处 跟朋友相处 不可能说每一次都是要人家主动 对吧 你一次都不主动 那任何一个人主动久了 都是会累的 都是会疲倦的 我现在呢 我也非常疲倦 现在这个样子的生活 因为的话呢 时间还长嘛 毕竟呢 两个人都还年轻 或许呢 就说快到斩乱嘛 是吧 残痛不由短痛 尽早的就是说 离开呢 把这个就是事情给办好 或许呢 还是更好的选择 要怪呢 也不怪我 怪他呢 年轻不懂事 呃 估计站在他的立场呢 他也觉得就说 这个事情嘛 他没有任何的过错 觉得呢 我一个年轻女孩子 是吧 呃 跟了你几年了 然后的话呢 难道这点要求 你还不能满足我吗 我又不是特别过分 你知道他为什么 有这种想法没有 就是说啊 老是拿 我 或是拿 任何的事情 对那个就说 完全不跟自己 在一个高度的东西去对比 觉得呢 你比不过人家 人家买别墅 你为什么不去买别墅 人家开豪车 你为什么不去开豪车 人家一年赚个几百万 是吧 你为什么才赚了十万八万的 你怎么跟人家差距那么大 但是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说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呀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也不是说啊 我买了别墅 我开了豪车 或者是说啊 我是吧 一年赚几百万的 没有的 从一开始 你就知道我们家是这个情况 知道我呢 就是一个上班的 就是一个打工的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而不是说是吧 我啊 非常的厉害 真的啊 这几年 我觉得我呢 也受了特别多的委屈 不是说在那里乱说 特别是以前 他怀孕的时候 生孩子的时候 永远呢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一点鸡毛蒜米的小事 都能发火 我那段时间呢 我觉得是吧 呃 是生了孩子以后 我心情不好 结果呢 完全不是 还是这个性格 这个脾气 这个年轻气盛的问题 他就是要找你麻烦 他就开心了 看着你心里面难受 看着你就说 被他气的那个样子 他就觉得 我做到位了 哎呀 我终于满足了 何必要这样子呢 一个对你好的人 不是说是吧 一个对你什么事都不管的人 那我起码是吧 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老公 我把我自己的事情 做得很好了 该做的我也做了 不该我做的我也做了 你还要怎么样吗 所以呢 我也决定就说 不再忍耐啊 已经跟他提出了 这个离婚了 这一次呢 要彻底把这个事情 给办清楚 不会再有下次了